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今天是礼拜二,下午两点多钟 那么外面风特别大,而且气温很冷,都降温了 所以呢,今天基本上是在家里待着 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留意的一个新闻 就是国内的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最近发布了这个明年春季的航班计划 因为大家对这个能否出国是十分的担忧和感兴趣 最近来问我的这个观众朋友相当的多 无论是要出国留学的,还是移民的,还是其他原因想出来的,挺多的 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了这个新的春季航班计划呢 想跟大家来聊聊我的看法啊 那么这个新闻报道呢,就是说最近几天啊 国内的东方航空,国航,南航,海航等等啊 这些包括春秋航空,颁布了一个明年春季的这么一个新的航班计划 据说这些国内的航空公司的这个日军航班吧 达到了就是国际航班达到了一百三一百四十三个班次啊 说是创了新高,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这个疫情期间啊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这个国际航班啊 基本上是断了啊,断了啊 这个航空也非常的冷清 那么明年春季啊,公布了这么多的这个国际航班啊 究竟是啊,究竟是这个这个啊,国门要开放了吗 还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这个新闻它只是公布的啊 中国中国境内的啊,航空公司的这个国际航班 还不包含就是说外国的航空公司前往中国的这个航班 包括像美国的联航啊,或者是美航啊 啊,这些公司啊,或者是欧洲的那些航空公司都没有包含 啊,也就是说 从这个航班班次来看啊,就是说啊 我没有留意到它这个航班都是来中国的啊 啊,大多数都是去什么日本东京啊,啊,还有像什么亚洲的什么啊,人村啊 就是韩国的人村啊,还有柬埔寨的这个金边啊,啊 曼谷啊,马尼拉啊,迪拜啊,这些比较多啊 嗯,包括像罗马呀,马德里,柏林之类的 我没有留意到它有来美国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啊,有的这个航班呢,实际上是从今年,据说啊,是 就是啊,今年的十月份下旬就开始执行了 啊,当然了,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在疫情期间,特别是在去年啊 就是说很多就是说从啊,中国想出境的,或者是从美国想回去的 这个留学生啊,或者是探亲的人,他们几乎啊,就是为了这个航班而头疼啊 有的人花了不少的钱,来回的这么折腾,一会儿取消,一会儿再重新买票啊 把人折腾死了啊,那么从这个最新的这个公布来看啊 那么应该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吧,起码啊 这个到欧洲的,或者是到亚洲其他地方的航班有所增加 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啊,这个国门真的对于国内的老百姓开放了呢啊 我个人认为不见得啊,因为从最近啊,包括我这边啊 第一手的这个信息来看啊,就是说办理护照仍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啊,你要是真的想出境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各种审核,各种这个啊,劝反还是存在的 啊,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国门啊,就会大开 特别是就是说啊,这个疫情管控啊,这些手段和措施啊,是一个长期的 所谓的长期的一个基本国策 那么这样的话来讲啊,就是说从海外去中国的人也不会特别的多啊 除非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去的,或者是必须要回去的 或者是必须要到中国去做事情的,做生意的啊,这种人啊,可能他还会回去 像我这种过去每年要跑五六趟的啊,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计划去中国啊 因为这种隔离措施,隔离手段仍然是一个令人非常头疼的事情啊,你虽然可能回去了 但是你每去一个地方啊,各个地方都有这种成成加码的现象啊,所以让你寸步难行啊 那么不管怎么样啊,国际航班的开通,对于手上有护照的,手上有签证的人来讲 无疑啊,增加了很多的方便啊 啊,如果我们要是再观察一下,这个最近二十大啊,这个开幕,这个讲话报告 来看啊,这个报告里多次提到了啊,长达应该是多达五十几次吧啊,这个字眼啊,安全啊,那么这个安全这个字眼啊,那么多次的出现,就说明啊,管控会更加的严格啊 啊,那么在未来的这半年当中啊,我想出境,对于很多人来讲,仍然是啊,一个高不可判的事情 好,今天呢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啊,关于国际航线复航的事情啊,也不能太乐观 好,咱们下一次再见 好,咱们下一次 好,咱们下一次